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肖渴是绝因浴火伤筋的表现 那个筋是绝因浴火横逆范胃 所以它有一种凡恶的感觉 不是胃有热则肖骨善筋吗 那个不欲食呢 是绝因阴寒未退 阴寒泛脾 脾寒运化失丝 所以它不欲食 这个正后热是真热 寒是真寒 所以不能看到它有消可气伤 壮心心中疼热 而当作一个食热症状 用苦寒泄下药 用苦寒泄下药以后 必然更助下寒 更伤脾痒 而出现下力不止的辩症 对于绝因病来说 因为它是错综复杂 变化多端 或寒或热或虚或时 或寒是错杂或绝热进退 它具有两极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因此用一个上热下寒症后作为一个绝因病的提纲 能够代表绝因病这种两极转化 错综复杂的特征 所以这就可以了 我们对一个提纲症不能求其全 我们上节课的后半节课 讲了藏觉和回觉 那么藏觉和回觉 他们都有烦躁 既然是觉的话 也都有手足觉冷 所以要进行鉴别 对于藏觉来说 它的成因是由于心肾真阳衰微 在少阴病的基础上 学起进一步传绝因 而觉音心包和觉音肝的象火也衰竭 也就是人体五脏六腑的真阳都虚衰 而造成的觉冷 这才叫藏觉 藏觉藏觉是内脏真阳衰微造成的觉冷 因此它的临床症状 除了手足觉冷之外 还有全身皮肤的发凉 这应当是一个外感病 寒邪伤阳或者真阳衰微的症候 翻展到中末期的一种表现 愈厚不良 所以重景并没有提出它的制法 正由于真阳衰微 症不胜邪 所以它有造污展安石 这种肢体躁动不宁的 微重症的临床特征 重景在这里讲藏觉 主要是和回觉相间别的 那么所谓回觉 在诊断上 一个有吐灰石 第二个它是时凡时止 得时而凡虚欲复止 以便于和藏觉的那个造物展安石相间别 对于回觉症来说 病人首先有上热下寒 所以回虫才上扰 按照张中景的写诗 人在吃饭的时候 回虫闻到了饮食的香味就扰冻 所以人就烦 随后呢 这个回虫安静了 人就不烦了 按照我的分析 这是病人在热病后 体内寒热失调 胃肠蠕动的 这种机能发生了 紊乱或者异常 当见到饭之后 唾液开始分泌 胃肠开始蠕动 消化液开始分泌 但是由于胃肠 它蠕动肌呢 有些失调 所以这种 见到饮食之后的这种条件反射 就有些紊乱 所以人就感到一种糟杂 一种心烦呢 这么一种感觉 治疗用污霉丸 或者污霉汤 清上温下 对调整这种非常功能的失调 可有很好的疗效 污霉丸既可以致回绝 又可以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326条的绝因病提纲 所谈到的 消可气伤 壮心心中疼热 积热不欲食的症候 又可以致久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分析分泌 污霉丸这张方子 讲义的191页 污霉丸的方译 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 体察到回虫有得酸则静 得苦则下 得心则福的特性 所以要治疗回虫病 酸味的药 苦味的药 腥味的药 要并用 农村 有些小孩 肚子疼 家长认为肯定是回虫啊 就给孩子热上一碗醋来喝 把那醋热温了 给孩子喝上一碗醋 特别是山西人 家家都备有醋 各种各样的醋 喝上半碗醋 肚子不疼了 那就是回得酸则静 有的时候呢 小孩回虫肚子疼 家长就给他煮上一碗花椒水喝 当然麻麻的也不是不好喝 喝完肚子不疼了 这就是回得心则福 当然没有人用苦药来给孩子治回虫病 孩子不爱喝 所以用醋的是取他的酸 用花椒来煮水喝的是取他的心 乌梅完这张方子 你看乌梅和醋 你看乌梅和醋 这两个是酸的 醋泡乌梅 川椒 桂枝 干姜 父子 细心 这几个药是辣的 腥味的 而黄莲和黄白是苦味的 所以几乎涵盖了治疗回虫病的所有的味 酸苦心所有的味 他才配合上当归人参 这是气血双补 米饭 你看他是用那个蒸制五斗米下 最后做这个药丸的时候 把米饭也打 也和药混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复形剂 是药的成分之一 还有蜂蜜 这几个药是补养气血的 从驱回的角度来说 它实际上是给蛔虫一个诱饵 这是我们刘读周老师说 你既然给它要驱回的话 你给它个诱饵 就像我们钓鱼一样 你有个诱饵才能够把鱼钓上来 有灰中病就会有气血两须 所以我觉得用这些药是在补益气血 浮症的 是浮症的 浮症与驱邪 这是我们从驱回的角度来说 乌梅丸 乌梅汤这盏方子 又可以治酒粒 酒粒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长期的慢性的腐泻 这种症候 你觉得它有一点轻度的理疾 你用一点清热药 结果发现一用清热药 它拉得更厉害 你觉得它是虚寒 你用温补药 结果发现一用温补药 哎呀 它下重的更厉害 光用凉药不行 光用热药不行 人比较消瘦 你用补药 它整个肚子都胀 光用补药不行 你说给它用行器 用行器 它也拉 也不行 所以这就提示了 这种酒粒 是虚实间间寒热混杂的 而乌梅丸这盏方子 它正是寒热同条 公补兼施 它用黄莲黄白清热 是针对热相 它用干姜 腹脂 细心 穿胶 还有桂枝 来散寒 来驱寒 而且这些药里头 大多是心味的 心汗可以疏通气欲 因为那个慢性腐瘦的病人 常常伴有肝气的输血失调 常常伴有肝气的输血失调 而肝气输血失调 肝气欲结 也最容易犯皮 也最容易出现下痢 有的人呢 他就是一生气就拉肚子 你说这种腐瘦 是寒是热 其实寒热都有 虚实都有 所以在这里头 他用了输气的药 输肝的药 实际上也是防止肝欲 可皮土而出现 这慢性腐瘦 寒热挫杂 虚实渐渐 又有气欲 所以要用一些输肝解欲的药 当归养肝血 人身补阴补气 这是针对气血不足的 乌梅酸收 以养肝之体 实际上许多慢性腐瘦 都有一种过敏的成分 这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而不是从中医传统的角度 那么这种过敏性结肠炎 你在用乌梅 用防风 用高本 这类的驱风药 防风和高本是散的 是驱风的 你光用驱风药 耗散太厉害 你要用乌梅的酸收 有收有散 在客观上 它可以对过敏性结肠炎 有很好的调整作用 在这里是用乌梅酸收 来养肝之体 所以对于寒热挫杂 气血两虚 肝与气质 所造成的酒粒 用乌梅丸 常常可以取得疗效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乌梅丸 就用乌梅汤了 用乌梅汤 常常可以取得疗效 当然我们在用的时候 这些药并不全用 你可以根据具体的病人情况 来选择应用 如果我们用于治疗 回绝 或者治疗 胆道灰虫症 我们在用乌梅丸的时候 要加使菌子 苦练 根皮 这些驱回的药 而治酒粒的时候 就不需要用这些药 乌梅丸 既可以治回绝 又可以治酒粒 酒粒也罢 回绝也罢 它们的临床表现完全不同 为什么都可以用乌梅丸 乌梅汤来治疗呢 就是因为它们的病基是一样的 这就是抓病基 活用经方 这个用方的思路 我以前曾经多次提到 我们从将小煎中汤 适应症的时候就提到 小煎中汤的适应症 伤害二三日 心中肌而凡者 小煎中汤组织 伤害杨脉色 因曼玄法当府中急痛 先于小煎中汤 不拆着小柴虎汤组织 一个是腹中狙击疼痛 一个是心中忌而凡 都可以用小煎中汤 是因为它们病基是一样的 都是气血两虚 所以用小煎中汤 就可以意气阳血 温中补虚 这就是抓病基用方 我们现在讲的污蔑丸 既致回绝 又致胆道 回虫症 又致久力 也是因为它们在病基上 是寒热挫杂 虚实监见 所以这个用方思路 是我们特别应当注意学习的 有许多老的大夫 他高明就高明在 他会抓病基 把这个骨方应用的范围 就大大的扩大 寒热挫杂症的第二条 是359条 简易的192页 伤寒本字寒夏 依附吐夏之 寒格更逆吐夏 若食入口鸡吐 甘将黄晴黄莲人参汤煮之 伤寒一个外感病 本是原来 原来这个 是一个什么症候呢 是个虚寒性的夏立 这个病的来路 原本来自于一个虚寒性的夏立 依附吐夏之 医生反而用了 催吐和卸夏的方法 这就造成了寒格 就是寒血的阻隔 那么寒血阻隔于中交 所以上面有呕吐 下面有下立 更逆吐夏 就使吐夏更逆 也就是使吐夏更加严重 使吐夏更加严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的 夏立肯定是虚寒性的 而这个呕吐呢 也很可能是胃寒的呕吐 如果是虚寒性的夏立 又伴有胃寒的呕吐的话 那么呕吐的临床表现 应当是什么呢 应当是朝时暮吐 暮时朝吐 这就是脾胃接寒 上下接寒的症候 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子治疗 下寒的夏立 脾寒的夏立 我们用里中汤 上面胃寒的呕吐 我们加丁香和乌珠鱼 温味散寒 降溺脂鱼 这个方子叫什么 叫丁与里中汤 是一宗金剑的一张名方 丁与里中汤 用于治疗脾胃两寒的呕吐和夏立 朝时暮吐 暮时朝吐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过 这是胃加虚寒 腐术乌全的一种表现 胃加虚寒 腐术乌全的一种表现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病人 它是若湿入口鸡吐 它是随吃随吐 因此这就不是胃寒 而是胃热 火性疾 热性的夏立 火性疾暴住下破 所以就有里疾 胃热亲近的呕吐 火性疾 火性上炎 所以随吃随吐 所以现在看到的359条 张中景所描述的这个病例 下面是虚寒性的夏立 毫无问题 由于寒血阻隔在中胶 上热不得下达 而出现了胃热气溺的呕吐 这就形成了上热下寒症 就不能够用丁鱼里中汤了 那就用干浆 黄禽 黄莲 人参汤来治疗 干浆 黄禽 黄莲 人参汤 它是用黄禽 黄莲 来轻味热 这两个药是苦的 苦可以降 轻味热 降味气 治呕吐 用干浆和人参 这正是半个礼中汤 或者说是半个四君子汤 不过四君子汤是后世的方子 它一脾气 温脾阳 散下寒 是一个很好的轻味温脾 轻上温下的一张方子 这又是寒热并用 公补兼施的代表方 我们说在山寒论中 寒热并用 公补兼施的方计 不少 在这方面 张仲景的祖方成就也很高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已经学过的 寒热并用 公补兼施的方子 它们都有什么特点 首先是谢心汤类 半下谢心汤 生姜谢心汤 干草谢心汤 它们是寒热并用 公补兼施的方子 公补兼施 但是偏于 合中 削皮 那么多方的都是寒热并用 公补兼施的方子 我们就从这些方子中的特点中 来学习它的祖方思路 乌梅与与我们刚刚学过的 汤之寒热并用公补兼施 偏于什么呢 偏于酸收 趋回 它有偏于合的 有偏于收的 实际上是在调整器的运动 肝江 黄秦 黄连 人参堂 也就是我们现在正讲的这个方子 它是寒热并用 公补兼施 偏于 苦匠 指欧 因为它的特点是食入口鸡兔嘛 随吃随兔嘛 所以用它来指欧 它是偏于匠 下面有个方子叫麻黄生麻汤 麻黄生麻汤 这张方子 药物比较杂 症候比较奇特 现在临床应用极少 所以我不准备具体讲这条原文 但是它在祖方上 它有它的特色 麻黄生麻汤 寒热并用公补兼施 它偏于 心散 曲斜 寒热并用公补兼施 是这组这类方子的共同的特点 但是 在这个前提下 这个方子的作用倾向 都有特点 这是偏于核 这是偏于收 这是偏于降 这是偏于散 你看它在祖方上 它注重了调整全身的气机 那你就根据你的具体病人 是气腻的 你就寒热并用公补兼施 偏于降 是气欲的 那你寒热并用公补兼施 你就偏于散 是气耗散 而不能内收的 那寒热并用公补兼施 你就偏于收 如果清阳不生的 山寒论里没有这种方子 如果是清阳不生的 那你寒热并用公补兼施 那你就应当偏于生阳 李东元的生阳散火汤 可以不可以属于这一类呀 大家可以捉摸捉摸 我们刚才提到了 麻黄生麻汤 这个原文 我们先去自己看一看 这个正后呢 看看原文解释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正后在临床上 几乎很少见 这个方子应用的报道也很少 麻黄生麻汤在制法上 它有发月玉阳清上温下的作用 所以它是偏于散的 在药物组成上 我们要注意 它这里用了分做横重单位 麻黄二两半去结 生麻一两一分 当归一两一分 织母十八株 这个分在汉代 作为计量单位的话 没有 所以张中静写书 绝对不会在他的方中写出 用分来作为横重单位的 在晋朝以后 在珠和梁之间加了一个分 怎么加的呢 是六珠等于一分 六珠等于一分 四分等于一两 六珠等于一分 四分等于一两 二十四珠等于一两 是这么加的 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 根据班固 汉书 律律制的记载 也根据出土文物的实际考察 汉代的一金等于二百五十克 金和梁之间是十六金制 一梁等于十五点六二五克 珠和梁之间是二十四金制 那就是一珠等于零点六五克 珠和分之间是六金制 六珠一分 因此一分等于三点九克 一分等于三点九克 所以我们看到 山河论和金贵要略 以分作为剂量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 宋朝以后 那个金两 钱 分 离的那个分 这两个概念不是一回事 我们看到唐代 以前的著作中 以分来作为横重单位 来计量的时候 千万不要和宋代以后的 那个金两 分 金两 钱 分 离的那个分 向混淆 因为我已经遇到这个事情 有一个信息中心 他统计古代用药 药量的规律 他就把唐代以前书中的这个分 当做后代后世的 那个 前分离的分来统计 结果说 怎么古方 古人用这个药的药量 怪怪的 不适合实际应用 我一看他的原因 是把两个分个混淆了 所以这里的分等于3.9克 这个我在这里特殊的提一下 显然意见 重景是不会用分作为横重单位的 在经过药率里 有不少方子 在剂量上出现了以分作为横重单位 那显然是经过进钞以后的人给他改的 关于绝因病的寒热挫杂症 我们就谈这么多 重点是乌梅丸症和甘江黄青黄莲人参汤症 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黄莲汤是不是寒热病用工不监视的 还记得吗 黄莲汤 黄秦汤是不是寒热病用工不监视的 黄秦汤 温病学家很重视他的祖方成就 尽管黄秦汤 就是黄秦勺药 两个主要药 黄秦汤它不是寒热病用 它是清热的 黄莲汤是寒热病用工不监视 它治疗 胸中有热 胃中有邪气 腹中痛 欲欧吐 那是我们在太阳病片讲了 泄心汤的适应症以后 为了和泄心汤适应症的上热下寒 相间别的时候提到的 所以要把黄秦汤和黄莲汤分别开 下面我们看绝音病片的第三节 便绝热胜负症 我们在讲绝音病盖说的时候 曾经提到一段话 绝音病 寒邪欲恶绝音向火 向火欲击乃发 向火爆发 羊有鱼便是火 鱼是乎就出现了 羊腹太过的一些热症 我们也提到了 当绝音阳气的恢复 如果是时进时退的话 那就出现了绝热胜负症 或者叫做绝热进退症 阳气恢复占优势 也就是说向火爆发占优势 病人就出现了发热 阳气衰退 病人又出现了绝冷和下粒 因为什么呢 阳气衰退的话 阴寒邪气就占了优势 所以病人又出现了绝冷和下粒 我们下面讲的这些条文 就是以绝冷下粒和发热天数的多少 来鉴别 来鉴别这个病人是阳气恢复占优势呢 还是阳气衰退占优势 以此来判断他的愈后 看原文331条 伤寒先觉后发热而立者 必自止 坚决复立 这个条文我们应当这样读 伤寒先觉而立者 这是寒邪声阳气衰的表现 所以由觉而下粒 后发热 后来出现了发热 见到发热以后 手脚他就不凉了 所以这和邵云病 阴声阁阳是不同的 这个发热是决因阳气恢复 阳热占优势 所以就见到发热 见到发热 他手脚就不凉了 手脚不凉了 这种虚寒下粒必自止 见觉复立 见觉那是阳气退 阳气一退 虚寒下粒又出现了 所以这条就提示了 众警将要用 觉力和发热之间 时间的长短的比较 来谈阳气的进和退的问题 下面看336条 伤寒病 觉五日 热也五日 天数是相等的 设六日当复觉 不觉者自愈 来到第六天 手脚 不发粮 那提示了 这个阳气的恢复 占优势 阳腹保持住了 阳气的恢复保持住了 所以这个病就可以自己好了 觉中不够五日 以热五日固之自愈 觉冷没有超过五天 而这个发热呢 阳气恢复呢 保持了五天以上 所以这个病就好了 342条 伤寒觉四日 热反三日 复觉五日 这显然阳气的恢复不占优势 而阴寒邪气占优势 其病未尽 这个病是加重了 是发展了 为什么 寒多热少 阳气退 故未尽业 阳气衰退了 病情当然加重了 所以文字写得非常通顺 一读就明白 334条 伤寒先觉后发热耳 立下立必自知 一个外感病 先有觉冷和下立 这是阳气虚 阴寒胜 随后出现了发热 这是阳气负 所以阳气恢复以后 这种虚寒性的下立 就会停止 这种觉冷也会消失 而反汗处 烟中痛者 其后未必 下立停止以后 出现了发热 那么伴随着发热 又出现了汗出 又出现了咽痛 重景把它叫做猴臂 臂是什么意思 臂是疼痛又伴有不通的症候 在古代 这个臂的含义比较广泛 比方说 咽喉疼痛 呼吸不力 吞咽困难的叫猴臂 胸痛 呼吸困难的叫胸臂 心前期疼 心慌心跳 憋气的 叫心臂 邪痛 邪中气急不畅的 叫肝臂 胃丸 胀胀胀疼痛 这个肚子胀慢疼痛 可以叫肠臂 上腹疼痛 小便不利的 可以叫胞臂 关节疼痛 关节活动不利的 那叫风寒湿臂 所以臂字就是 疼痛又伴有气血不利的 气急不畅的症候 那么这里的喉臂呢 就是指的咽喉疼痛 呼吸和吞咽不畅的 这个汗出咽痛 形成的喉臂 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阳腹太过 阳胜则热 阳腹太过 阳胜则热 阳热上伤阳落的表现 这是我们在概说中 已经提到过的 我们人体的机能活动 常常有一个惯性 本来寒血欲额 决阴向火 决阴向火 驱寒血外出 决阴向火爆发 阳气来复 那么阳气恢复到 适可而止的地步 阴寒退却了 阳气恢复到 适可而止的地步 这个病就好了 问题是 恢复到适可而止的地步之后 它阳气的恢复优势 还继续往前发展 按照这个惯性 继续往下发展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 阳热有余 阳有余便是火 反而形成了热症 这就由一个寒症 而转成了热症 当然 由寒能够转热 这必须是在 心肾真阳不衰的基础上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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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大 积极参加训练 所以机体代谢 旺盛 饭量也多 吃的也多 吃的质量 也好 增强体能 比赛完了 拿到冠军了 让他去休息一个月 这一休息不运动了 可是食欲还是那么好 吸收机能还是那么好 这一个月体重一下就增加 20公斤 有的是啊 为什么 你说不运动了 可是他消化机能还是个惯性 还是消化机能那么好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病 阳气恢复了 恢复到失可而止的地步 他按照这个惯性发展 他继续恢复 这就太过头了 太过头就出现了阳热胜的症候 接着往下看 发热无汗而利弊自止 这个发热是阳气恢复 这个无汗 它是指的 没有出现阳浮太过 阳热逼迫今夜外跃的汗出 和上面的反汗出 来对着的 而这种虚寒性的下力 它就会停止 若不止 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发热 下力还在下力 这个下力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原来是虚寒的下力 现在发热以后 阳气已经恢复了 寒在下力 那么这个下力就已经是热破网 热伤阴落 热伤阴落 热破血型 与似乎就出现了大变浓血 这是阳热下伤阴落的表现 阳浮太过 阳热下伤阴落的表现 变浓血者其猴不必 如果阳热下伤阴落 出现了大变浓血 那就不会出现汗出和猴壁 为什么呢 这个热它伤人阴业的话 伤落脉的话 它总是有一个倾向 它不能既伤上又伤下 伤了上面它不伤下面 伤了下面不伤上边 这是决阴阴太过的第二个症候 第一个是汗出浮壁 第二个是大变浓血 下面看341条 伤寒发热4日 绝反3日 复热4日 这明显的是绝少热多 阳气的恢复占优势 其病当欲 这个病当然会好 4日至7日热不除者 没想到从第4天开始到第7天 这个热不除 这就是阳阴太过的表现 你似乎必变浓血 这还是阳热下伤阴落 这是阳阴太过所出现的第二个症候 好 现在我们看332条 伤寒始发热6日 记住 开始有6天始发热 这是阳气的恢复占优势 绝反9日而立 绝冷和下立9天 那说明阴寒邪气胜啊 犯绝力者当不能使 凡是见到绝冷和下立的 指真阳衰微 阴寒内胜 那应当不能够消化饮食 不能使 今反能食者 结果病人现在呢 本来是有绝冷有下立一个虚寒现象 反而有食欲还能够吃 恐问除中 怕就怕的是除中 除中是什么症候 我们讲一段词解说 指畏气垂绝 而反能食的反常现象 除就是消除 中就是中气 除中这个症状 是指的中气在败绝之前 中气败绝前 饮食自救 饮食自救的回光返照现象 其实一个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 它产存的能量 它常常会发漏无疑 我们上次讲 吃了白同家猪胆汁汤以后 卖爆出这死 那就是病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现象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除中 本来是一派虚寒症的前提下 应当食欲低下 吃得很少 结果它反而出现了能吃 甚至还吃得比较多 这要特别提高警惕 会不会是中气消除之前 回光返照的一种现象 有些情况下 病人吃上一碗米饭 吃上一碗饺子 几个小时以后病人就死了 我小时候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 我三舅妈那个时候才28岁 在我的小五点的时候 我觉得我三舅妈特漂亮 结果她得了肺结核 空洞性肺结核 大科学 人逐渐逐渐消瘦 长期卧床不起 老怕伤寒少怕牢 你想想那是50年前的时候的事情 那个时候少怕牢的问题没有解决 今天抗接核药当然广泛的应用 少怕牢的问题 基本问题不大了 那个时候是不行的 我三舅就是我妈妈的三弟 有一天突然去跑到我们家 跟我妈妈说 说姐姐姐姐她要好了 我妈妈说 你凭什么说她要好了 因为我妈妈心里有数 知道弟媳妇生命时间不太长了 说她一直不能够吃饭 因为她长期卧床 乳床都好几块 都好不了 说她一直不能吃饭 她现在要吃饺子 要吃羊肉饺子 我妈妈说 老三你给她包饺子吃了吗 她吃了 包了 她吃了多少 说吃了一碗 我妈妈说 你赶快给她准备后事 我那个三舅 当时目瞪口呆 给我的印象特深刻 她说她已经能坐起来了 又说话了 又能吃饭了 怎么要准备后事 我妈妈当时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她是说的当地的一种民间的话 实际上就是初中 第二天的晚上 我三舅妈就去世了 当时才29岁 留下两个小男孩 所以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 所以等我后来学医 学到初中的时候 初中这个词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想到 那个非常典型的病例 其实我们在病房 看到的临终的病人 不管哪个病人临终前 都有辉光返照的现象 这个现象 有的是多言多语 有的是食欲突然旺盛 有的是一直卧床不起 突然有了精神了 能够下地了 遇到这种情况 在全身症状 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 突然有一些多言多语 有了食欲 我们要提高警惕 不要说你看你的病人好了 你们外地的家属走吧 人家外地的家属刚离开北京 病人就没有了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要特别注意 这样一个虚寒性的绝冷和下地的病人 你怕他是初衷怎么办呢 肆以锁饼 肆就是给他吃 锁就是调锁 饼是什么意思呢 饼的意思 饼的意思 饼并也 手面使合并也 饼啊 从食从并 就是合并的意思 手就是 加上水之后 把那个面粉 松散的面粉 合在一起 所以手面是合并也 就是把这个松散的面粉 加上水之后 揉成面团 这就叫饼 我们今天 饼成了一个专制的 把面食做成片状的食品叫饼 什么饼干啊 烙饼啊 实际上古代不是 你只要把面合成面团 这就叫饼 那么合成面团以后怎么吃呢 蒸着吃的叫蒸饼 那不就是我们的馒头吗 馒头古代叫蒸饼 煮着吃的叫汤饼 那不是煮在汤里的 那不就是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吗 古代叫汤饼 锁饼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做成条锁状的面食 那不就是面条吗 有一本书上说 像今天的北方的炒饼 这样一个危重病人 你怕他是初衷 你给他吃今天的北方的这个炒饼 炒饼不好消化呀 那病人一吃完了 马上死了 那人家病人家时候还不找你算账 所以这里的锁饼是西软的面条汤 西软的面条汤 给他吃完西软的面条汤以后 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 你千万不要给他吃 不能消化的不好消化的食物 所以我那个三九就犯了个大错误 我那三九妈临终前回光返照 出现了初衷 你不要给他吃羊肉饺子 吃完羊肉饺子 他绝对不能消化 唯一的一点正气来消化这点羊肉饺子 那肯定他会死亡 促进他死亡 所以我妈妈就说赶快准备后事 你要给他吃一点细细的面条汤 也许给他调养调养胃气 还能多活半天 所以给他肆意缩饼 给他吃一点西软的面条汤 看看他的反应 不发热者之胃气尚在 这个不发热是指的 没有出现突然的发热 而是慢慢慢慢的发热 这提示了 这个能食是胃气在的反应 而不是出征 是阳气恢复的反应 避欲 这就会好了 在一派阴寒症的前提下 出现了能食 给他稍稍地吃一点西面条汤 这个病人没有出现爆热 而是热慢慢慢慢的出现了 这提示了这个能食 是胃阳的恢复 是阳气的恢复 那这个病就会好 恐爆热来而复去 怕的是吃完这碗面条汤以后 突然发热 这个热又突然退掉 那正是真阳发露乌鱼 真阳在消亡之前的 回光返照的反应 这就像我们在讲 白铜家猪胆汁汤的时候提到 脉爆出遮死 意思是一样的 后三日脉汁 吃完这碗西面条汤以后 又过了三天 你去检查它 这个脉汁是指的检查病人 其热续在者 那这个热呢 从吃完这个西面条汤以后 不是指的那个爆热来而复去 而是慢慢慢慢出现的这个热 持续又存到了三天 其之淡日夜半玉 就寄希望于第二天的夜半 到了半夜 这个病就好了 为什么这样呢 所以然者 之所以是这样 然就是这样 本发热六日 本就是原来 原来有六天发热 绝反九日 结果后来有 绝冷和夏里有九天 现在吃完这碗西面条汤以后 复发热三日 这三天并前六天 合起来也是九天 与绝相应 就是发热的天数 和绝冷的天数是一样的 故期之淡日夜半玉 就是这个发热持续到第九天 结束的时候 没有再出现绝冷 没有再出现夏里 那这就是阴阳相平衡了 阳福尔阴退了 病就会好了 后三日 麦芝儿麦朔 结果吃完这碗西面条汤以后 又过了三天 你去检查它 不仅麦朔 其热不罢 我们在讲阳福太过的时候 不是提到第四个症后 有热不罢吗 热不止吗 这就是这个其热不罢 持续高热 持续发热不退 此为热气有余 这正是阳福太过热气有余的表现 避发雍农 阳热泛易积辅而导致了身发雍农 到此为止 关于绝阳阳福太过的四种表现 我们都谈到了 阳热上伤阳落 出现汗出烟中痛猴壁 阳热下伤阴落 出现了大便浓血 阳热泛易积辅而出现身发雍农 全身皮肤多处的化浓性的感染的病灶 阳热太过就出现了其热不罢 对军阳阳福太过出现这四种情况 我们都应当按照热症来治疗 而且是真正的热症来治疗 热力的我们以后可以用白头红汤治疗 热症的咽后腾冻 那我们可以参考甘草汤结梗汤来治疗 身发雍农的 伤痕论没有方子 用厚式的真人活命引来治疗 气热不罢的 那我们用了这些清热的方剂以后 那看看它的热退不退 重景怕读者不知道初中是什么 所以在333条举了一个初中的例子 山寒麦池六七日 而凡与黄秦汤彻其热 麦池未寒 你看这里的麦池是主寒 金与黄秦汤复除其热 府中应冷当不能食 金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本来麦池是寒胜的正后 用了黄秦汤来清热 这就是寒上加寒 一派因寒内圣的正后 他不能够消骨饮食 所以当不能食 结果他反常的出现了能食 这正是胃气败决之前 回光返照的一种现象 那这个病绝对愈后不好 所以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来说明初中的愈后之差 同时也提示 对于山寒病来说 用寒凉的药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 那反过来对温热病来说 用温热的药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山寒论中神护其神的讲到了 绝热胜负 热几天冷几天 这是重景客观观察到的正后 还是重景只不过举热和绝的天数的对比 来说明阳气时进时退 到现在没有定论 因为我们现在在临床上 看不到什么样的病 能够是发烧几天 绝冷下了几天 又发烧几天 又绝冷下了几天 我们今天在临床上看不到 所以有人说 这是在古代存在的 今天已经消亡的一种传染病 但是我们没有更多的依据 有人就是说 这是重景在理论上 用绝热天数的对比 来描述人体阳气的时进时退 可是我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重景这些事情都来自于临床 它不是假设的东西 而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所以对于绝因病的绝热胜负症 绝热进退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待我们在座的今后继续研究和探讨 六经病都有发热 太阳病的发热 使发热物寒同时并肩 那么它的热情特征是什么呢 细细发热物风寒 这是太阳病发热的特征 阳明病的发热 使氮热不寒 这是一个前提 一旦入阳明 淡热不寒 这是阳明病的发热 如果是胃热弥漫的话 它是热结在里 表里聚热 这是阳明病的热情 淡热不寒 胃热弥漫者 热结在里 表里聚热 调味成气汤的适应正是 真正发热 大成气汤的适应正是 日不所发潮热 绍阳病也以发热为主要特征 它的热情有两个 邪在经则往来寒热 邪在府就是发热 或者是呕吐而发热 或者是偏头疼而发热 对于太阳病来说 太阳中阳部族 邪入太阳 不能出现全身的发热 出其量只能出现手足自温 所以才有伤寒迈福尔环 手足自温者 此为细在太阳这样的话 所以太阳病没有全身的发热 因为中阳部族 抗血无力 它表现不了全身的发热 对于绍阴病来说 它是心肾阴阳俱衰 而又以肾阳虚衰为主的 具有全身性正气衰弱的症候 在一般情况下 它没有发热 一旦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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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衰微阴胜隔阳的时候 它在一派阳衰阴胜症的前提下 出现深热反不误寒 因此这个发热是真寒假热 理含外热 原文是理含外热 我们后世说真寒假热 这是哨阴发热的特征 绝阴病 它的热性是绝热进退 绝热胜负 六经病是变外感病的 外感病就以发热为主要特征 这就是我们归纳的 六经病的发热的特点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下课 谢谢大家